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9日 中美这次的高层会谈 这是9月之后 第一次见面 吵得是一塌糊涂 这第三轮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没看到更多的新消息 其实在这之前 美国的有一个议员 他是联邦共和党一边参议员 叫汤姆·杰姆·因霍夫和克里斯特 两个人18号提出了 中共贸易关系法案 以剥夺中共享有的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也就是撤销中国的 永久最后国待遇 回到2001年期的体系 这是一个提前准备的一个议员 那就说谈崩了不要紧呢 我估计美国肯定是不会马上 双方脱口开战 会进行一系列的新的经济制裁 这个经济制裁肯定是 沿用这个川普留下来的一些遗产了 也就是川普蓬佩奥 一系列的行政令 不会解脱 反倒增加 这是肯定的 你想在这之前 还有上一次议员 提出扣下美国对华债务还款 作为惩罚中国防疫不利的手段的问题 这个是众议员 美国众议员议员 布莱恩马斯特准备的一项 这个提案 一个法案 当然这些都是还没通过预想 你可以看出 美国现在是麻烦 和中国的麻烦大了 有很多东西在等待着 来整这个总方 所以说 布林肯这次 和杨洁篪 杨洁篪没有很好地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谈判的节奏 有点这个慌了 乱了阵脚了 所以说你别开心 还是冠冕堂皇的一些报道 仔细想一想 这个既违背了外交的程序和礼节 也不符合 这个这次的中共派人 追到阿拉斯教 死着活着 哭着喊着 一定要谈这个细节 那么 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提案 还没有通过的提案 下一步也没有可能提出来 这个很值得研究 今天看了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一篇文章 其实昨天就已经发表了 就是这个法案 如果通过 美国将依据 这个是瓦尼克修正案的规定 每年对中共是否符合 最会国资格进行评估了 也就是说 中共要每年获得美国总统批准 才可以享受最后的待遇 该法案还将扩大范围 将人权和贸易 缺乏行为列为最后国待遇 核心机密和其他关键技术 多次试图腐蚀美国的政治制度 更不用说 中共违反了太多的国际规定 并以残酷镇压 持不通政见者和无死人权 而为名全球 如果美国继续 无死中共的这行为 不要跟杂壮 这与美中关系 不挂钩 这是危险的误导 我们知道以前为了获得这个最后国待遇 这个中方肯定做了些让步 才是有的一些日裔人士 领军性的来到美国 是不是 那时候还做些妥协 那么这篇文章讲 与此同时 这个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的首席中国 这个政策策划师 顾问 就是余茂村 接着接受自由压力的专访 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 就是觉得美中关系 它的走向和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 去美国每一届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这是不对的 决定中美关系最重的因素 是中共自己的行为 这才一句话 点破着主题 为什么现在美国变化这么大 你看欧盟为什么也变化了 对不对 欧盟我们不是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 欧盟现在是 三十年来第一次 欧盟各成员国大使 一致同意将北京当作 破坏人权行刑 实行制裁 制裁的方案 只等下一周 欧盟外长会议通过就实行了 北京18日再次威胁 将于反制 你反制也没有用 因为是你先变化 人肯定要变化 对不对 法新社报道说 欧盟成员国大使 实习的协商同意 就先将唯有种人 遭遇大规模扩害 对中共实行制裁 这将是欧盟自1989年 天安门六四以来 实施武器禁运以来 首次对中共实行制裁 对不对 你看这不是也非常明确了吗 欧盟各国大使 一直同意 对中共四名官员 和一个实体性制裁 制裁的方式 方案包括实施旅游禁令 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 官员姓名和实体名单将等到 22号 欧盟外长会议 开会的时候正式都要公布 那么当然赵立杰斯非常恼火 代表中国18号 也要形成要反制 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人也不会改变 为什么你不改变 这也不能改变 是吧 这是双向的嘛 刚才谈到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余茂村一下点破了这个主题 他之所以聪明 我认为就在这里 就是他说在谈到 民众两国没有双赢的可能 他说没有双赢 因为这个专制和集权怎么可能双赢 对不对 就像在香港 他在进一步就是香港就是 就是完全变成专制政权 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如果香港往前进一步 那么周江三角洲 是不是 也要实行民主了 中共和这个 中共代表的专制政权 和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 这个肯定是不相容的 所以说这个余茂村说的好 是没有双赢 这一种现实 中共的这种双赢讲些是可笑的 中共多年就用双赢来欺骗别人 自己偷偷量 竟然占便宜 是不是 他讲 因为几十年来以前各种事实 已经证明其极 就是中共赢两次 美国输两次 是不是 所以说下一步 你可以想象 这个 这一两天就会看到 大体的一个方向了 看看拜登 怎么选择 什么新的招来制裁 制裁来制裁去 然后还有 这个归结到 这个病毒的溯源 追责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更是一个 尖锐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中美啊 这个关系 走不回去了 必须面对现实 这个做好准备吧 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的电话